你看國民黨現在被李梅貞搞到最新出來的不滿意度高達七成 真的你花再多廣告錢也救不了啦 你怎麼看李梅貞的這種說法 他講居然可以講說早知道不要做那麼廣告 對啦因為論文確實很搶眼大家都在講原來你不是抄襲也是copy 講了copy我就要講一下我們選舉的時候 其實很喜歡看候選人的創意 不管你是藍綠不管是各政黨 其實我喜歡看他們的創意 因為你個人的選舉文宣如果都有創意的時候 我比較可以想像說當你成為一個不管是民意代表 或者是一個縣市首長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有創意 因為選舉是最重要的嘛 你沒有選上什麼都是假的嘛 如果你選舉的時候就沒有創意 你後面大概也不會有創意 可是同樣這句話延伸 如果你選舉的時候就copy 你所有東西大概都是copy 包括論文 下面這個是2018年的時候屏東市在選那個議員 劉宇豪 那潘潘潘是縣長 就要挺這個劉宇豪嘛 那時候他有一句話就是說 屏東市我們的市 為什麼講這個呢 因為在上面有一個高雄高雄市我的市 這很接近很雷同啦 所以就有人哭說說參考隔壁同學的 參考沒關係 這句話的好玩好玩在哪裡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他的slogan是keep going嘛 就繼續嘛 那自從那個論文門事件發生之後呢 這個going有改成什麼叫copy copy ing啊 就是你知道嗎 人家就把他哭說是什麼 你不是keep going啊 你是copy keep copying 你不是繼續前進啊 不是在繼續 你是持續持續的copy 真的耶 發生那個事件之後 你其他的這些文宣你都要小心點吧 所以你知道這一句slogan 你要借人家的 你要借人家就算了 可是going變成copy的時候 你知道這有多傷 原來copy是一種習慣 就是跟你講他們的創意嘛 他的腦筋裡面 他對事情的處理怎麼樣 那類似的事情只有這樣子嗎 copy的事情只有這樣子嗎 當然不只啊 李梅珍這支片子 我不知道還在不在 就是那個丹丹的那件 你如果再回去看丹丹的那個片子 你再回去看屏東全綜藝的那個片子 他裡面有一些感覺 你會覺得有點似曾相似 你現在看到這個不是最像的 因為這裡面呢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是全中運的 全中運裡面呢 如果等下有機會看到這個畫面的話 就是他一個女生 穿著白裙藍衫 一起在跳 那你記不記得 李梅珍在copy這個 借周杰倫的那個新歌的時候呢 他是什麼 他把他換了一下 他變成白T然後牛仔褲 李梅珍站在這個位置 然後後面一個三角形 也是一樣 一群年輕的辣妹正妹 陪他跳舞 好 你要copy 你要 還是這麼講 真的是省力女超人 copy的時候 千萬不要全本照抄 一定要加一點自己的創意 你抓了創意呢 這叫改良型 你沒有加你的創意呢 那就叫抄襲 那就叫侵權 你叫侵害智慧財產權 你如果是商業行為 這是要吃官司的 那你從李梅珍身上呢 我們天真無邪的小公主 他覺得他是滿腔熱血出來 出來為了救國救國 人家是有使命感跟正義感的 這一點完全是在學理 韓國瑜韓市長 韓國瑜韓市長選總統 也是為了高雄啊 為國為民啊 可是你要知道說 因為韓國瑜被罷免掉 你就要記住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修正前面 修正的時候是什麼 Copy不是重點 是要有自己的創意 你可以改良 你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往前走 可是你千萬不要把自己 當成那個巨人 你不能整本照抄 你不能像這種文宣這種小事 你都要抄 你連這種事情都要抄 你的市政能怎麼樣 你的市政一定抄韓國瑜 那麻煩了 6月6號才剛罷免過 那個印象還存在 你繼續抄韓國瑜的結果是什麼 你就知道那個下場會很悲慘 所以你在看這整個事情 我們講說 輸不可怕 可是你居然連威脅的能力都沒有 那才是很可怕 你連威脅的能力都沒有 你就算了 你還可以演這種笑鬧劇給大家看 那國民黨就真的很悲哀 李梅貞說他是使命感持續爆發中 現在看起來是抄襲在持續爆發中 而且你看 國民黨的這些人 還有辦法去幫他挺 像這個賴士寶怎麼講 賴士寶居然說 蔡政府對論文抄襲現象在縱容中 現在到底是誰在抄襲 然後陳學勝居然還罵中山大學 你怎麼可以馬上出手 你在急什麼 中山大學再不出手 他的校慾整個都毀了 葉宜蘭 責任不是在李梅貞身上 是他的老師 是他的老師比誰都有責任要提醒李梅貞 你怎麼沒有提醒李梅貞 都是別人的錯 然後補刀的也有 可是補刀的看起來比民進黨還狠 這個羅蘇蕾直接爆料 基層光站在李梅貞旁邊都覺得難堪 葉原資更好笑 不是同學給的資料沒有用 是李梅貞根本不會寫論文 論文都不會寫 所以他怎麼會看論文 這個補刀這個刀桶的比民進黨還兇 你怎麼看國民黨這些現象 其實在我記得幾個月前 當韓國瑜被罷免下台的時候 好像在這個節目 我跟佩文姐都同樣的看法 都認為國民黨的補選 國民黨的災難還沒結束 那現在真的國民黨這場補選 這才是大災難要來了 因為你明明知道霸選一定會過 因為他不是很驚險的通過嘛 九十幾萬個人 早知道霸選 罷免一定會發生 那就一定會有補選 國民黨完全沒有準備 所以當時國民黨的補選候選人是誰 甚至全黨上上下下 大家都在找嘛 後來出現了李梅貞 那李梅貞今天成為國民黨的補選候選人 江啟臣要負最大責任 完全責任 因為他不是黨內初選提名的 他是主席點名的 那江啟臣也說他曾經有跟李梅貞談過嘛 李梅貞也有說嘛 我不知道江啟臣怎麼講的啦 既然可以講到李梅貞正義感爆發啦 但是看到李梅貞的表現 其實只要跟他談話聊個三分鐘 應該就知道他跟一般人不一樣 難怪韓國瑜要馬上發臉書 我沒有推薦這個人跟我完全無關喔 就是說我想跟他聊一聊 大概知道這個不是普通人啦 那你還敢讓他選高雄市長 我發現李梅貞最大問題是 你既然是一個直轄市長的候選人 那你一定必須面對選民面對媒體 李梅貞他完全沒有論述能力 他只要每天記者一定會找他 那他一定會胡說八道 那記者一定更喜歡找他 因為他有新聞點嘛 所以他等於每天他都提心吊膽 他的團隊我認為啦 他可能是認為自己講得很好 可是呢 為什麼國民黨不滿意度變成其成 對啊 江啟臣要負最大責任 因為這是一個還不到選 不要說他不夠假 還不到選直轄市長的人 你怎麼硬把他推出來 他從政靠爸爸 他入門靠盜版 那不是抄襲嗎 盜印你要整本給他貼過來 真的是盜版耶 他連拍影片都抄別人的 然後他說現在年輕人喝血幣都加糖 你到底活在什麼世界啊 變成一個大笑話 這很淒慘 那最後的站位在什麼地方 當然在國民黨 所以裡面真的表現 你看連國民黨的羅蘇蕾跟葉元支 都忍不住要偷打兩下 根據葉元支的判斷 他說他根本不會寫論文 所以這個論文就把人推一下 我是清楚啦 但是關國家機器什麼事啊 真的 賴士堡 他說政府縱容 你抄論文怪政府 而且他當年抄好像是馬英九執政 是啊 2008年 那時候馬英九是總統耶 那中端大學當然會抓狂 中端大學的校友都抓狂 這對啊 結果 還記得李門生推給他同學嗎 說同學給他資料 害了他當年他同班同學 每一篇論文都被人家檢視一番 所以李門生今天 這個絕對是對國民黨造成重大傷害